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是因为这只狗想要咬它 它并没有把狗给踹倒 不过动物防疫处的处长表示说 这真的是太残忍了 一定会依法送办 这只狗现在在咬尾巴 并没有要去攻击这个送货员 监视画面拍到中型的虎帆狗 看到流信快递员来送货 还咬尾巴表示欢迎 但流信快递员却拿手上的箱子 做事要打狗 流信快递员签收完成出大门 一看到虎帆狗 竟然就连踹至少五下 下手太重 虎帆狗当场倒地不起 流信快递员居然就开车离开 把这一只虎帆狗 看门犬当成是 好像蟑螂老鼠那样子 不高兴就踹它 然后把它踢死 踢死了以后 它也不会觉得这一只狗 必须要去抢救 你之前有没有踹过狗啊 我没踹到啊 它会咬我啊 你上次那个监视镜 你踹了五下狗已经死掉了呢 我没有踹到 它照着角度 好啊 你为什么要踹狗啊 你为什么要踹狗啊 你现在已经射几行者了哦 我们还在了解当中 我们还在了解当中 这边我们公司这边 会做同意做一个回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 真的很残忍很残忍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一个人找出来 流信快递员跟虎帆狗无怨无仇 却当众踹死狗 黑猫宅急便的长官不愿多做回应 但看看车上大黑猫 雕小黑猫的企业标志 是日本母企业爱护动物的精神指标 如今台湾的统一黑猫宅急便 却连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一定是谢志华张哲元台中报道